早安啦早安啦 今天要來說說小時候的我 因為太ㄎㄧㄤ 竟然在某天來用不到幾秒鐘的時間喔 直接傳爆魚媽心愛到不行的 高跟天靈蓋靴靴子 最後來還一小天 看看哪一些很母燙的東西來補救的故事 等一下這個標題也太長了吧 到底這次我要做了什麼ㄎㄧㄤ事情呢 魚媽之後來會不會對我時時愛的鞭打呢 就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還記得在很小很小 忘了是國小還是幼稚園的時候 當時魚媽在市場搶到了一雙 她人生中第一雙要價一千多塊的高跟長靴喔 魚媽就超級寶貝的那雙靴子 還特別找了一個很漂亮的紙箱要保好她 看到如此畫面的我啊 喔喔喔喔是一千多塊的靴子耶 媽媽我可以穿穿看嗎 我以想要用腳來體會這一千塊的觸感 原本以為魚媽會說 哎呀不廢女兒你想怎麼穿都行啊 結果啊魚媽現在也只用0.1秒的思考時間囉 不行 點點點 可惡 你說不行我就怨要 我一定要穿上這雙靴子給你看 於是耶 叛逆的我啊就在某天 看著魚媽去買菜啊 魚爸在玩電腦的時候 眼幼的我啊打開魚媽寶貝的靴子盒子 舉著快要比我還要高 藏到天靈蓋的高跟靴子 安娜媽媽我穿你這就好啦 媽媽一定不會發現的 齁我走路這麼穩不會弄壞的啦 我信心滿滿然後穿上靴子 看吧完全沒問題 正到我一股作氣跳起來 一瞬間一個重心不穩 眼看著就要往旁邊摔的時候 我想要就開始很溫亂的亂踢亂跳 竟然慕名其妙要開始跳起踢踏舞 簡直就像是火焰之舞一樣 試圖想要找出鞋子跟我之間的平衡 只是別人都是啪哒啪哒的 很漂亮的跳踢踏舞 而我是 啊~~ 正好正好媽媽救命啊 超級崩潰的喊救命 而此時的魚霸咧 他家打風之鼓 突然 啪 我聽到什麼聲音 一瞬間啊 我不知道我要因為重心不穩而崩潰 還是要為了鞋子發出啪而震驚 一磚頭 那個根 女媽最愛惜的那個 竟然斷掉了 等一下 為什麼講這句話有時候怎麼這麼奇怪 糟糕 一輩子有沒有發現會被殺掉了吧 絕對會被愛的鞭打吧 我緊張的扶著那根搖搖一醉的後根 還試圖想要擺回去 假裝沒有這件事情 以為就會有像花媽一樣 會有抖RAMI收著自己修好的我 一放開 啊~~ 他又垂下來了 突然我就想到 魚霸說 以前人都是用米來當醬糊的 魚霸就很緊張的跑去飯鍋拿一坨還沒吃完的米 開始很快速的咬著米飯然後再把它吐出來 啊~~ 黏起來黏起來拜託拜託 欸咻欸咻 呆呆 點點點 爸爸騙人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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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飯堂都沒有的我啊就開始爆哭 好好吃 就這樣哭了一段時間的我 마마就把經過我摧殘的天鈣岸購紙放回盒子裡面 還一隻手拿著旋 pliers презид station 另一手盒子 だ罷偷還有國外的葉書啊 拜託你不要讓我媽媽發現鞋子壞掉 謝謝你們 到底是要找阿密豆腐還是在找葉書幫忙啊 結果來過了一個小時之後 你們要我回家啦 史上最漂亮的媽媽大人您辛苦了 點點點 你們? 有一定是做壞事了 於是羽媽不知道是母親直覺 還是女人的第六感 立刻衝到天鱗幹靴子前面 糟糕 刺濕了我的汗水就像瀑布一樣炸出來 羽媽一打開 指尖她原先保養好好的天鱗幹靴子 不只傷痕累累 旁邊還有幾坨米飯 而且原本有後跟的鞋子啊 竟然直接變平了 點點點 咪咪 呀 生命騙我 呵呵 以上就是小時候為了進入火焰之舞 而苦練踢拉舞的故事啦 看完之後 哎呀 以前的我真是活潑笑皮 你們呢 你們以前有做過亂家的很崩潰的事情嗎 快來分享吧 啵啵 可惡 當初應該用3秒交章就不會被發現了 給我亂家發信一下啦